阳光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阳光区块链新闻栏目 有观众向我们提出 牛市报道多了 熊市就没关注吗 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声明 我们在纵览区块链行业 近日发生的有价值的资讯 带您走进真实的区块链世界的节目中 会始终坚持 真实客观 公平公正的视角 所以无论牛市熊市 我们都会给予关注和报道 据报道 美国比特币ETF上市后 迎来开门红 首日成交额超过10亿美元 首支比特币期货ETF成功名中 它所代表的合规比特币金融工具 历时8年 终于走入美国 这个全球最为活跃的金融市场 接下来还有其他基于比特币ETF正在排队上市和申请中 这些消息也正在刺激比特币的现货价格 也将加速加密货币健康有序的发展 下面我们来关注以下的数据 比特币突破6.6万美元 甚至一度占上6万7千美元 全网DeFi总锁仓量超过150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全网加密资产未平仓合约超过52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比特币闪电网络容量突破2亿美元 以下是区块链热点新闻 美东时间10月19日上午9点30分 正值北京晚上9点半 ProShares提供的比特币期货ETF 正式在纽交所开启交易 股票代码为BITO 美股收盘后不久 BITO的交易量已超过10亿美元 这支全新的ETF 创下了首日成交额的历史次高记录 BITO的上市也正在引来跟风效应 还有其他基于期货的比特币ETF 正在排队申请当中 Valky提供的比特币期货上市交易代码为 BTFD加密资产持仓巨金 灰度已向纽交所申请 将他旗下的比特币现货基金 转为ETF 2021年将因这一里程碑而被铭记 在接受采访时 ProShares的CEO Michael Sepper 他的语气中透露出激动 另据报道 昨日股票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Robinhood 首席执行官Flat10F表示 目前Robinhood加密货币钱包的 等待列表人数超过100万 下面是区块链投融资新闻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宣布 以250亿美元估值完成4.2亿美元 币轮首次融资 淡马西、红杉资本等69家投资机构参与投资 该公司现已上架近百个合约交易 以及六种指数合约 平台首创不爆仓杠杆代币 平台还独创波动率合约 即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合约 期权算力合约、原油合约等 智慧手机和平板设备、游戏及其他应用程式的开发和发行商 以22亿美元估值完成6500万美元融资 总部涉于法国雷恩的育碧娱乐 Ubitsoft和红杉中国等参与投资 该公司专注于数字娱乐领域 专注于区块链、游戏化和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和发布广泛的移动产品组合 以及利用流行知识产权的产品 公共区块链平台Solana的生态期权平台 Sai Options完成了350万美元首轮融资 募集资金将用于拓展其产品品类 包括期权流动性挖矿和NFT期权 Solana创立于2017年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 三位主要创始人都曾就职于高通公司 这么一支技术团队致力于将Solana打造为一条 根据摩尔定律扩容 为大规模应用提供高性能和低费用的供链 创建于2020年的固定利率借贷协议公司Element Finance 以3.2亿美元估值完成3200万美元A轮融资 近期也将启动Element Finance的治理系统 位于伦敦的英国加密托管公司Copper 正筹集5亿美元新资金 估值约为25亿美元 我们再来看一看区块链公司的情况 Facebook金融部门负责人David Marcus发推文称 Facebook已开始在美国和威迪玛拉 启动Novi数字钱包的小型试点 以测试钱包核心功能 以及在客户服务和合规性方面的运营能力 供用户及时安全且免费的发送和接收资金 美国银行委员会参议员敦促Facebook 立即停止Novi钱包 以及数字货币Deem的试点 据特斯拉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财报显示 特斯拉第三季度没有进行新的 比特币卖出或购买操作 同时既提了5100万美元的比特币减值损失 截至9月30日 特斯拉持有的比特币市场公允价值为12.6亿美元 据CNBC报道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nco 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2万亿美元 Pinco已涉足加密货币领域 并计划逐步加大对数字资产的投资 Pinco由被称为业界债券之王的Bill Gross创建 Mastercard宣布已完成对加密货币情报公司CypherTrace的收购 CypherTrace是一家加密货币数据分析公司 为全球的银行交易所金融机构提供数字资产安全和防欺诈解决方案 据彭博社报道 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在一场活动中表示 看好比特币 并对人们开玩笑说 你应该只买比特币 我觉得我对他的投资还太少 另外他还表示 加密货币的崛起是对世界金融体系的一种斥责 据CoinDesk报道 零售巨头沃尔玛的几十家美国商店开始提供比特币ATMG 让客户购买比特币 美国前财长姆努钦周二表示 他正投资于区块链公司而不是加密货币 姆努钦将网络空间称作一个巨大市场 可能促使企业规模增长10至20倍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NFT NFT科幻卡牌游戏Parallel 宣布以5亿美元估值 获得Paradigm的5000万美元投资 Parallel项目是围绕一个幻想故事情节展开的 讲述了人类在试图解决全球能源危机的世界末日之后 逃离太空的故事 体育商品零售商Fanatics创办的NFT初创公司Candy Digital 以15亿美元估值完成了1亿美元A轮融资 Candy Digital表示 之后将推出一个平台 供粉丝和收藏家买卖NFT产品 德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宣布将于11月2日发售NFT藏品系列 Non-Fungible Animals 中文是非同质化动物 为保护宾威动物及其栖息地筹集资金 发售的NFT数量将于宾威动物的现存数量有关 币安NFT宣布推出首次游戏资产发售 简称IGO Initial Game Offering 并公开首个IGO项目为赛马游戏DeRace 用户可使用在币安NFT平台上购买NFT赛马 经营自己的赛马场并赚取游戏收益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宣布 以NFT形式出售9月18日发行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该封面插画的灵感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 并结合了DeFi的元素 娱乐杂志《花花公子》推出 用于构建新会员服务体系的NFT系列 Rebitas 每个兔子NFT将拥有独特的特质 10月21日消息 胡润百富与Flow生态的去中心化存储设施 Kata在NFT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胡润百富是中国最知名的财富榜单媒体 近日胡润百富为只针对年龄在30岁以下的创业领袖的 2021胡润U30中国创业领袖榜单 发布了对应的NFT收藏品 其中NFT的发行依托于Flow区块链 而NFT原数据和原始数据由Kata进行存储和管理 Kata是Flow生态中的Grant项目 在去中心化存储协议上构建了灵活的数据 检索引擎将持续为NFT原数据管理提供服务 Mask Network宣布其NFT头像功能已更新 面向所有用户开放 在连线钱包后 用户就可以在Twitter个人设置界面 直接将钱包内的NFT设置为头像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 近日商务部等24部门印发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 其中提出积极参与重点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自10月22日起 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在全市开展会文化、会生活、文化会购活动 面向在深市民发行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 最高可领取520元 发放总金额高达2500万元 每团单车数字人民币试点上限满一个月 以吸引超过100万用户 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 累计产生大约890万绿色骑形公里数 腾讯计划在天美工作室群下 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团队 F1工作室 该工作室旨在为互联网的下一阶段 开发高端游戏 从而更加专注类似于元宇宙的开发 美国比特币ETF上市 似乎点燃了加密货币市场的一把火 不仅让加密货币限价得到提升 也让加密货币的发展路径更加明朗化 进而也打通了加密货币与传统金融对接的路径 可以预期 加密货币必将得到快速发展 各位观众 新节目上线以来 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关心与支持 其中有些还给我们发来邮件 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我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我们期待更多的观众来关注本节目 您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 并订阅阳光卫视频道 我们通过阳光卫视 人文历史等节目 畅谈社会 历史和人生 同时我们共同展望未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